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讲当中将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学习逻辑判断部分的相关内容 那么这一讲呢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演绎推理 大家注意啊 我们说演绎推理在逻辑判断当中呢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既最简单又最难的题目形式 说它最简单是因为它有相应的解题规则 相应的解题规范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些规则和规范记得非常的牢靠 在题目当中进行有效应用的话 这种题是能够做到100%的正确率的 但是为什么又说它最难呢 也同样是因为它的逻辑规则和逻辑规范 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逻辑学上的专有的关系 逻辑学上专有的这个公式 那这些公式呢 它是需要你进行实际的 也就是说差一点都不行 所以呢在刚开始接触的过程当中 很多同学会对于演绎推理这部分内容啊 感觉到无从下手 但实际上呢在处理问题的过程里头 你可以参照数学 什么意思啊 有公式可循有公式可记 那么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公式怎么着 把公式记下来对不对 在把公式记下来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再到题目当中套用公式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是吧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演绎推理 我们该如何操作和处理 那么首先呢 我们同样啊了解一下具体的题目识别 我们必须得能够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准确的判定 它是哪种题 这样我才能够在我的方法库里头 在我的工具库里头 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有效方法去处理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说演绎推理的题目判定啊 其实三个字就可以概括 叫做关联词 关联词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如果纳默 只要救 只有财 除非否则不 所有类似于这些 其实都是演绎推理题目识别的关联词 有的人说老师你说太快了 你能不能再把这几个关联词再给我念叨一遍 同学们不着急 后边在讲具体的命题的时候 这些关联词我都会让你背下来的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你只需要先了解 就是关联词做题目识别就行了 那接下来再具体来看 在演绎推理当中 我们会涉及到三组基本命题 三组基本命题 包括的是假言命题 连言命题和选言命题 那么在这三组命题当中 假言命题是基础 连言命题和选言命题呢 往往是为了增大题目难度而存在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处理问题 首先先来看的是假言命题 假言命题呢 它的基本表达形式叫做P推Q 无论这个假言命题 原本的文字表述是什么样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都必须把它转换成基本的逻辑表达形式 叫做P推Q 能理解吧 那我们说转换成了这个P推Q之后 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意味着我可以直接套公式 我可以直接套规则来解决问题 我们的推理规则其实就是十个字 叫做肯前必肯后 否后必否前 这里头要给大家着重强调 前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箭头的前边 明白吧 后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箭头的后边 所以你来看 这里头所说的肯前 是不是就应该是这个表达式当中的P 对不对 这里头所说的否后 是不是就应该是这个表达式当中的这个Q 对吗 那比如说啊 我说如果说现在我做一道题 我翻译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的表达式 我写出来了一个M推N 这个时候肯前肯的是谁 是不是箭头前边M 那否后否的是谁 箭头后边N 听懂这意思了吧 我这里的前和后 只是根据这个表达形式来进行判定的 我只研究箭头前和箭头后 那我们来看 肯定了箭头前面 就一定能够得到肯定箭头后的结果 这叫做肯前必肯后 同样的否定了箭头后面 也一定能得到否定箭头前的结果 这叫做否后必否前 能理解吧 这十个字必须把它们牢牢记下来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补充强化一下啊 如果一道题 他呢否定了箭头前面 或者呢他肯定了箭头后面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就错了呢 也不是说错了 只不过呢得不到确定性的结论 肯定箭头前和否定箭头前和肯定箭头后 在我们逻辑当中 他得不到确定结论 所以他能得到的叫做不一定 他能得到的叫有可能 听懂了吧 如果这个时候你说一定咋地咋地 那肯定不行 但你要说可能咋地咋地 这个事还是可以接受的 说清楚吧 所以呢规则上一定要记住啊 肯前必肯后 否后必否前 否前肯后叫做不一定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表达方法 也就是说 我是怎么把一连串的文字表达 给它表达成了P推Q这种逻辑形式的 对不对 那表达方法呢 就是三个字 关联词 这关联词 是不是刚才你就见过 咱们说题目识别的方法 是不是就叫关联词啊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在研究研究了啊 这些关联词到底有哪些 那我们把关联词呢 给大家分成了两组 第一组呢 叫做前推后 什么意思 看见这些关联词 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就是从前面往后指就可以了 这里边涉及到的包括 如果就 如果纳末 只要就 只要纳末 要是怎么怎么着 就怎么怎么着 那么同学们 你注意哈 在做题的时候 不能把这个知识学死了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 我这里头这个如果 我给你写个假如 行不行 假如世界欺骗了你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不是还是如果的意思 那再比如说 我做题的时候 给你写个若 行不行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对吧 所以呢 这里边 它会进行一定的统一替换 但是你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那只要你看见这几个关联词 你就记住了 都是从前往后推 所以这都是P 这都是Q 能明白吧 这都是P 这都是Q 你就直接从前往后推 就完事了 说清楚 所以呢 这组关联词 你可以简记 叫做前推后啊 前推后 好了 那既然有前推后 同学们 是不是我们就知道 肯定还得有后推前呀 后推前的关联词呢 相对而言 要比前推后复杂一些 但是仍然要求你三个字 叫做背下来 我刚才就说过 这是实际性的东西 实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点不能差 实际记忆 你大慌的 有印象是不行的 必须原封不动的记住了才可以 那我们来看 后推前的关联词 只有财 除非否则不 谁是谁 必不可少的 谁是谁 不可或缺的 谁是谁的 必要条件 都叫做从后往前推啊 那从后往前推 啥意思呢 就是这样呗 对不对 这个时候它叫做P 它叫做Q 是吧 它叫做P 它叫做Q 所以都是从后往前推就可以了 说清了吧 前推后 后推前 关联词必须牢牢掌握住 那么同样的 关联词它既帮助我们写出一个基本的逻辑表达 也帮助我们进行有效的题目识别 所以关联词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 我们说这个说完了假言命题之后 我们来处理的是连言命题 刚才我就给你强调过 假言命题是基础 连言命题和选言命题怎么着 是用来提升难度的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连言命题的事 连言命题的基本表达形式呢 叫做且B 也就是说它的关键不是箭头 咱们说P推Q的关键是那个箭头啊 那个推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这个连言命题的关键 是中间这个且字 那这个且在我们实际做题的时候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达来体现的呢 它也同样具备自己的关联词啊 比如说和 我说我和你 这是不是就是我且你 对不对 再比如说直接就说且 再有呢什么 谁和谁一起 A和B一起 A和B同时 A和B都 A和B缺一不可 都叫做且关系的具体表达形式 所以看到这些呢 都可以把它们翻译成叫A且B 说清了吧 都可以翻译成叫A且B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A且B的基本推理规则 基本推理规则呢 一共是两句话 第一句叫做同真才真 一假则假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且关系来讲 对于A且B来讲 只有A和B同时都是真的 我们才能够判断A且B是真的 AB之间只要有一个是假的 那么这个时候 A且B就是假的 所以咱们就用八个字来进行记忆 叫做同真才真 一假则假 能说懂吗 这里边我再多问一句啊 同学们考虑一下 如果现在A和B都是假的 那A且B怎么着 A且B是不是也是假的呀 所以这里头的一假则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个假就已经足够让它假了 明白了吧 有一个假了 那整个命题就已经足够 必然是假的了 所以咱们叫做同真才真 一假才假 一假则假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句啊 第二句呢在实际做题当中 它的应用会比较广一些 如果你能够把它理解 并且把它记住的话 有些题目是可以秒掉的 是不是啊 第二句叫做A且B为假 这个时候肯一否一 啥意思 如果现在已经已知A且B是假的了 那我告诉你A为真 那你告诉我能得到什么结论 是不是将必然得到的结论就是啥 就是B为假了 是不是啊 这叫做肯定一个与此同时就能够得到 必然否定另一个的结果 那我如果告诉你 B为真呢 是不是你也就能够得到A一定为假的这个结果了 对不对 为啥呢 因为A且B为假 本身就表明AB之间至少有一个是假的 这是必须的 对不对 它至少得有一个是假的 现在你肯定其中一个 那是不是另一个就非假不可了 没有真的可能性了 所以咱们称之为叫做肯一否一 听懂这意思吧肯一否一 那在这里头我再多问一句啊 同学们跟着我一块想 同样的A且B为假 如果现在我问你啊 叫做A为假 你跟我说能够对B的情况进行判断吗 是不是不足够啊 因为A且B为假表示的是两个之间至少有一个是假的 是不是啊 现在A为假这个事情已经被满足了 所以B是不是就叫做可能真可能假 这事就不一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说的叫做A且B为假 肯定一个能够达到否定另一个的效果 你千万别记串了 听懂了吧 千万别记串了 这是我们对于连言命题给大家总结交代的内容哈 接下来往下来看 来看选言命题 那选言命题的基本表达跟连言命题特别相似 差一个字是不是啊 连言命题叫做A且B 选言命题叫做A货币 那么我们说或关系在这个整个文字表述过程当中 变化情况不多啊 一般情况下都很直白 比如说或或者 对不对 我说今天晚上吃包子或者吃馒头 是不是 哎 或或者 那么再有一个呢叫做至少一个啊 至少一个 比如说我说张老师 王老师 至少有一个人会来给你上课 那这个时候就叫做张老师或王老师 听懂这意思了吧 好了 同样来注意他们的推理规则 推理规则依然是两句话 第一句八个字叫同假才假 一真则真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货关系来讲 对于A货币来讲啊 两个A和B都是假的 整个命题才为假 AB之间只要有一个是真的 那这个时候A货币就是真的 这里头一真则真要准确理解 不是说只有一个真的 它一个为真 A货币就是这个真的 两个为真 A货币还是真的 这里头只是想说什么呀 叫做有一个就行 能明白吧 哎 同时为假才是假的 那么只要有一个为真了 那么整个命题就能够为真 所以我们八个字来概括 叫做同假才假 一真则真 听懂了吧 一真则真 那么接下来呢 同样给大家概括一下 这个在实际做题当中 你可能会用到的一组应用 叫A货币为真 那么否一肯一 这又是啥呢 在A货币为真的情况下 我否定其中一个 能够保证肯定另外一个 同学们你跟我想 A货币为真了 是不是表达的逻辑含义 叫做他们两个之间 至少有一个是真的 对不对 现在我跟你说啥呀 我跟你说A为假 这是不是叫做否定一个了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 是不是还必须得有一个是真的 你否定了其中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就必然为真了吧 所以可以得到结果 叫做B为真 那同样的 如果我跟你说叫B为假 是不是也能够得到结果叫什么 叫做A为真 是吧 所以同学们就能够理解了 在A或B为真的情况之下 否定其中的一个 是不是将必然能够肯定其中的另一个 所以咱们叫做否一肯一 同学们注意这里头是先否后肯 且关系是不是叫做先肯后否 对吧 所以你千千万万别把它给记串了 听清了吧 一定要把它给记牢靠 那我在这里头也同样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拓展 来看 还是说A或B为真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跟你说A为真 我肯定了 你告诉我B的情况能确定吗 你会发现 A或B为真 表示AB之间至少有一个是真的 是不是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A为真是不是就已经满足了要求呀 所以剩下的这个B 它真也可以 假也可以 这事是不是就又叫做什么了 又叫做不一定了 是不是 又叫做不一定了 所以一定注意啊 A或B为真是先否后肯 叫做否一肯一 听懂吧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到这儿 给大家介绍和说明的 就是我们的选言命题 选言命题当中的这个后半句话 后八个字 在实际做题当中 其实应用的这个领域是非常广的 如果你能够记得非常牢 而且理解得非常准确的话 那么在你实际的做题当中 很多题目 你会操作得非常的迅速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 有关于德摩根定律的事 有的人说老师 德摩根定律到底是个啥 我们说为什么要研究它 其实呢 大家在刚才的学习过程当中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点点心灵的感受 你会觉得连言命题的A且B 选言命题的A货币 是不是总觉得他们之间是有一丢丢相似的呀 对不对 那这种相似之处 就意味着二者之间是能够发生有效转化的 而这个转化方式 或者叫做转化的公式 就是我们所谓的德摩根定律了 那德摩根定律 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两组等式吧 这两组等式 同样要求你背下来 背下来 那我们来看 我们说A且B的矛盾命题 或者说让A且B必然是假的 这个时候得到的结果就叫非A或非B 同学们道理上非常好理解 咱们刚才说了A且B是不是叫做同真才真一假则假 对吧 只要有一个是假的就可以 那你看 是不是非A或非B 其实就是在强调AB之间有一个是假的 至少有一个是假的 是不是啊 所以呢 A且B的矛盾命题 或者叫做A且B括号加个负号为假的情况 那么我们得到结果就叫做非A或非B 同样的A或B的矛盾命题 想让A或B必然是假的 是不是得两个全假才行呀 所以得到结果就叫做非A且非B 那这组呢 叫做德摩根定律 德摩根定律给大家的要求同样是啥呀 同样是背下来哈 就是你不用管它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事情呢 你理解就理解 不理解也没事 但是你必须把这个操作 你必须把这个公式给它记住了 听懂了吧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题目当中来看一下哈 到底怎么用 到底怎么能处理这些问题 是不是 来看 只要不下雨 运动会就会按时进行下列选 哪项正确的表达了上述断定 这里头我注意到了 关联词是不是叫做只要就 对不对 只要就 咱们刚才背的关联词叫什么来着 叫做前推后 是吧 也就是说从前面往后边推 那我把它写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了什么 不下雨 推啥 推的是运动会就会按时进行 对不对 推运动会 好了 现在他问我哪一项啊 正确的表达了上述断定 说白了 就是跟上述断定是一样的呗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如果运动会按时进行 则一定没下雨 那么同学们 你来看 运动会按时进行 对于原命题来讲 是不是相当于是肯定了后项呀 咱们给大家讲的推理规则 叫做肯前 必肯后 否后 必否前 对不对 而现在运动会按时进行 是一个标准的肯定后项的表述 它能够得到必然的结果吗 能得到说一定没下雨吗 不能够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个排掉 接着来看一下 必想 如果运动会不按时进行 运动会不按时进行 是不是等于对原命题进行了一个什么 进行了一个否后吧 对吧 在这呢 否后 那我们说否后将必然得到什么 必然得到否前的结果 肯前必肯后 否后必否前 是不是 所以呢 将必然得到否前的结果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一定是下雨的 否前嘛 是不是就是下雨的 所以第二个是对的 看第三个 除非下雨 否则运动会会按时进行 同学们注意到了啊 第三个说的是除非 否则 对吧 哎呦同学就直接后推前往前翻了 你好好想一下啊 咱们给你的关联词是不叫做除非否则不呀 对不对 但是现在明明说的是除非否则呀 那我咋办 我是不是得给他做一个改造 我把这个否则运动会 是不是可以给他改成否则不 非运动会 同学们 看看我的这个改造 你能不能理解 这是不是就等于双重否定表肯定了 我在这个否则后头加个不 我在运动会前面加个非 这里头两个负负其实就等于正的了 是不是啊 哎所以就等于跟原来的这个表述来讲 意思上是没变的 但是从这个关联词的表达上来讲 这是不是才是我的标准关联词表述形式啊 所以在除非否则不的情况下 我才能后推前 明白了吧 那我写出来的结果应该是非运动会 非运动会 推的是什么 推的是不是应该叫做下雨啊 好了 那我现在把第三个和我的原命题进行一下比较 同学们 原命题啊 进行一下比较 你会发现非运动会是不是对原命题的否后 而下雨 是不是等于对原命题的什么 对原命题的否则 所以也就意味着他跟原命题他俩之间怎么的 他俩之间是一回事 是这样的吧 是一回事 那么三也是正确的 于是我们就这道题选出正确答案了呗 咱就知道选二和三 正确答案选的是四一项 是吧 正确答案选择一 四一选项就可以了 是不是 看一下这个题目啊 张老师和李老师是某高校管理学院的老师 该学校呢 所有的教职工都是运动爱好者 他们或者喜欢游泳 或者喜欢跑步同学们 或者或者咱们怎么翻译来着 是不是叫做游泳或跑步 对吧 游泳或跑步 这是不是他们所有教职工都有这个喜好 是不是 都有这个喜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呀 张老师喜欢游泳 李老师不喜欢跑步 张老师他是喜欢什么 游泳的 而李老师呢 他是不喜欢跑步的 是不是 好了 他现在问我哪一项必然是真的 第一个 李老师喜欢游泳 同学们 李老师不喜欢跑步 是不是等于对或关系进行了什么 进行了否一吧 咱们刚才说了 或关系 A或B是真的 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什么结果啊 叫做否一肯一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现在李老师不喜欢跑步 是不是等于对这个或关系进行了否一 那你就必然能得到啥 必然能得到肯定另一个的结果呗 所以啊 第一个说李老师他肯定是喜欢游泳的 这事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是对的 接着来看一下第二个 他说张老师不喜欢跑步 同学们你注意啊 在整个命题当中 他现在是肯定了张老师喜欢游泳 那你说或关系为真 还肯定了其中一个 对另外一半怎么着来着 我们说那是不一定的 他喜欢跑步也行 他不喜欢跑步怎么着 也可以 是不是 所以呢第二个应该叫做真假不定 那我就肯定不能选了呗 接着看一下第三个啊 管理学院的教职工不喜欢游泳的人喜欢跑步 是不是整个管理学院都符合这个豁命题啊 他们都喜欢游泳或者喜欢跑步 对不对 那现在他不喜欢游泳 是不是相当于是对这个豁命题进行否一啊 所以同样道理否一了 是不是将必然能够得到肯一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们不喜欢游泳的就必然会怎么着 必然会喜欢跑步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三也肯定是对的啊 也肯定是对的 来看最后一个 他说管理学院的教职工一半喜欢游泳 一半喜欢跑步 同学们一半一半这个事在现有题目当中能确定吗 不能吧 咱只管有人是这样的是不是 但是到底有多少一个两个三个不确定 所以呢第四个叫做真假不定 有可能啊就寸了是一半一半 但是这个事情呢是确定不了的 那我们这道题啊 让我选择一个哪项必然为真的吗 我正确答案就应该选择一和三 所以选的就是C选项 是不是啊 选的就是C选项 在这道题里头你要非常准确的应用 A或B为真 那么我能够做的就是否一肯一 在A或B为真的情况之下 否定其中一个必然能够肯定另外一个 说清了吧 来看 只有是这个只有理解才宽容 只有宽容才和谐 没有和谐就不会幸福 那我这里头是不是看见两个只有才呀 两个只有才我就先把它翻译出来呗 只有才是不是叫做后推前 所以呢第一句啊 我给你标个号 第一句 第二句是吧 然后呢第三句 好了 那我第一句只有才翻译出来 是不是就应该是后推前 叫做宽容推什么 宽容推的是理解 是吧 好了 第二句呢 他说只有这个宽容才和谐 所以又一个后推前写出来 是不是叫做和谐推的是宽容 是不是 好再往下看 他说呀 没有和谐就不会幸福 这里头是不是就是如果没有和谐 那么就不会幸福 虽然他把它省了 但你能够读出来他的逻辑含义 对不对 所以呢第三句把它写出来 就应该叫做不和谐推的是不幸福 是吧 不和谐推的是不幸福 接下来来看啊 这道题让我选的是 那这个如果上述陈述为真 以下各项都真 除了 看准了 他让我选这个除了 那你告诉我 他到底让我选真的 还是让我选择不真的 是吧 你得把真的都排除 然后把剩的那个选出来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看 像如果不理解 社会就不会幸福 来看啊 我们说如果不理解 是不是等于对命题一进行了什么 对命题一进行了否后 是不是 根据规则否后 是不是将必然得到否前的结果 于是我们得到结果 叫做肯定是不宽容的 是不是 那不宽容 你会发现 他是不是等于又对命题二进行了否后 所以呢 我们就又能得到一个否前的结果 是不是就叫做肯定是不和谐的呀 对吧 这个逻辑能懂吧 你来看啊 不理解 那么就是否后了 所以得到结论 叫做不宽容 不宽容是不是又否后了 所以得到结论叫做什么 叫做不和谐 那不和谐 是不是等于对命题三咋的了 肯前了吧 对不对 那我们说对命题三进行了肯前 所以接下来 我就能得到一个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就叫做肯定不幸福了 是不是 所以A是能够推出来的 它是肯定对的 那么在这道题里头肯定对的事 我不能选 所以A选项我就不选了 接着来看一下B项 如果社会幸福 那么一定会宽容 那我们来看 社会幸福 找啊 同学们 社会幸福 是不是等于对第三个命题进行了否后 对不对 所以我来写上 幸福是对命题三进行了否后 那既然否后了 是不是就必然得到否前的结果啊 所以我们得到结果叫做一定是和谐的 那既然是和谐的 是不是等于对命题二进行了什么 对命题二进行了肯前呀 既然肯前了 是不是将必然得到肯后的结果啊 所以得到结果 是不是就是肯定是宽容的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也是啥也是对的 一和二都对 所以在这道题里头我都不能选 看C项 如果没有宽容就不会有理解 那我们说没有宽容 大家注意 它是对第二个命题进行的什么 它是对第二个命题进行的否后 但是我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只能叫做没有宽容 所以就没有和谐 没有和谐 所以怎么着 所以就没有幸福 那我问你 我能不能得到不会理解 不能吧 如果说我研究第一个命题的话 你会发现 没有宽容在第一个命题当中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否前的项 咱们刚才讲过 肯前必肯后 否后必否前 否前和肯后咋的来着 否前和肯后得到的结果是不一定的 得到结果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C是不是肯定是推不出来的 那个 那根据这道题的提设要求啊 你不就让我选这个推不出来的吗 我正确答应选C就OK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我把4D快速的给你穿一遍 4D选项说 如果社会幸福 那同学们 社会幸福是不是再一次对这个命题三进行了否后啊 对不对 所以我来写上啊 它对命题三进行了否后 那既然否后了就必然得到否前的结果 所以得到结论 是不是叫做一定是和谐的 是不是啊 哎 那么接着你再看 既然是和谐的 所以我能得到结果 是不是 它等于对命题二进行了肯前呀 于是就叫做一定是宽容的 既然是宽容的 是不是等于对命题一再次肯前了 所以最后又得到结果 社会之间一定是相互理解的 是吧 哎 所以呢 4D选项也一定是推得出来的 那么这道题上我选的是推不出来的嘛 所以 A B D都对 所以我不选 只有C不对 那我这道题选出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了 到这儿啊 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演绎推理的相关内容 演绎推理呢 主要涉及到就是三个基本命题 假意命题 联系命题 和选意命题 在这里头再次强调 演绎推理呢 是最难的一种推理 因为它需要你记忆的逻辑关系 逻辑公式非常的多 但与此同时 演绎推理是最简单的一种推理 就是你只要能够真的记得住 在题目当中套完公式之后 这道题是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得分 和百分之百正确的 所以同学们啊 这块要下功夫 自己把它进行有效的记忆 好了 这一讲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